直到看到朱丹那段不言可说的丑事后 我才明白 他面对周一维为为何如此卑微 2007年 朱丹深夜给陶哲发了一条暧昧消息 结果意外手滑 发给了当时的老公林涵 看着妻子光明正大的不轨行为 林涵愤怒地提出了离婚 恢复了单身之后 朱丹曾被拍 与陶哲牵手同游西湖 但两人始终坚称 与对方只是好朋友的关系 随着时间的流逝 关于朱丹与陶哲的流言渐渐平息 之后朱丹又和知名的音乐人宋柯传出绯闻 2010年的某天晚上 一张照片流出并配文 宋柯霸气包下酒吧 为朱丹庆生 在酒精的作用下 两人当街抱在一起 宋柯不是一个年轻帅小伙 而是一个比朱丹年长16岁的大叔 两人相似于一档节目里 彼此在节目里发光发亮 吸引彼此 之后互生情愫 两人曾一度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可几个月后 两人传来了分手的消息 据说朱丹想要结婚 可宋柯却觉得太早 两人因为这件事情僵持了很久 最后这段感情也没能善终 2013年 朱丹参演电影秀春刀 与周一维相遇 并不是影视专业出身的朱丹 经常被剧组导演训斥 周一维看到之后便上前帮助他 一来二去两人的关系升级 在历经四年的爱情长跑后 两人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看得出来 朱丹对周一维是相当满意 满意到不能接受外界对他的一丝质疑 所以在周一维和女助理传出绯闻时 朱丹不管不顾地站出来 为丈夫发声 为了证明自己与周一维很幸福 他当众主动献吻丈夫 就算周一维不配合地把脸扭到一边 他也毫不在意 或许是因为曾经的事情不太光彩 所以在面对周一维时 朱丹表现得十分卑微